也給了我們很多的建議 他們越建議的時候 我越覺得我們這次沒有放得很理想 然後需要趕進的地方很多 我真的很謝謝他們 我們用掌聲謝謝我們的決選評審楊世倫 謝謝我們的黑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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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另外一個是中種主教 我們一起在前面 各位好 感謝天主 也謝謝他們大力的支持 讓我們今天有這樣的提案決選大會 可以圓滿的順利 謝謝 謝謝 接下來我們想要介紹的就是 剛開始都沒有一個團隊 然後因為有了他們 我們才能有這一次今天的提案大會 也就是我們的籌備工作團隊 現在我要先第一個練的就是我們的 劉獻翰力兄 他是我們今天主持人 他其實呢 也就是他在我們有一次開會的時候 他說只要青年來講 講一講就過去了吧 應該要讓青年有機會 那你有機會跟我們講一下 我們是學獻翰 也讓我們有機會把夢想講真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我們的 這一次浮傳牧林處的執行長 我們在討論的時候他在場 那他其實也有一點點擔心說 那這樣真的可以嗎 但我們相信天主聖神不斷的推著我們 他不但自己來 還把整個團隊都來出來 所以我們邀請趙振誠神父 還有我們浮傳牧林處的 誰的工作友伴 是敬禮若巧還有胡文綺 然後接下來要請問一面工作 還有一面籌劃工作 還有設計的 所以會有一點想哭 因為看到他們那麼幸福 不想哭